你不能如如紅掌 你要兼得 你既然想做這件事 你就要明白自己必須犧牲某些東西 所以演戲是改變了我的性格 可能以前中學回學的話 大概回百多天 我遲到了98次 聖誕派對就是我要去表演跳舞 我就選擇了跳鋼管舞 Hello AM730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Rachel梁翁廷 梁翁廷 梁翁廷首次入圍金像獎最佳女配角 就成功奪獎 可能現在的感覺才是覺得 好像一個剛剛開始 對我來說感覺好像 現在才開始要盡更大的努力 才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演員 對我來說 我經常都會覺得 30歲最難的那個反而是心理的關口 因為我記得我當時29變30就很恐懼 你會見到一些比你更年輕青春活力的人 你就接受 因為他們是很漂亮 但同時我們這些都是很漂亮的 我不是把自己跟別人比較 但只不過我覺得演員可能需要一個自知之明 就是知道自己可能不是一個狀態 是要留給一些更年輕的演員去演 不能說我31歲但我都要演18歲 永遠都沒有新進的演員 我覺得是不行的 可能我會跟塗田字L有些不同 就是她說你有沒有努力那麼多都不成功 有沒有想過自己沒有天分 可能換著梁翁廷L 就是翁廷L就會覺得是 你努力了那麼久也覺得你都不成功 那是不是因為你沒夠努力 所以我就是這個心態就是 好啊那你是不是要再努力一點 因為我覺得努力是一個無上限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你做不做多一件事 是在於你夠不夠堅毅堅持肯去學習 可能你花的時間需要比別人更加長 但不代表你不會做到 可能是因為我媽媽從小教我 所以我媽媽就會教了很多一些獨立的特質 因為我媽媽也是一個很堅強獨立的女性 她就會經常都跟我說 說話梁翁廷 我很小時候你條路是怎樣的 就是要靠你自己去做的 因為無論身邊的人怎樣去協助你也好 你自己不爭氣的話 你也是會做不到你想做的事 因為我很記得我當初想做一個演員 在中學的時候 跟各個同學說 他就說你想做演員 你會給自己幾長時間 那些同學真的真心這樣問我的 當然你說可能作為一個演員 可能以前面對經濟不穩定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承認就是 你現在去追逐自己想做的事 但同時你又要支持自己的生活的話 你就要犧牲自己休息的時間也好 去玩的時間 你要減少跟朋友出去的時間 所以要去賺錢支持自己的生活 所以你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取捨 就是你不能如如紅掌 你要兼得 你既然想做這件事 你就要明白到自己必須要犧牲那些東西 我真的做過很多 譬如你說我以前有賣冰糖 我就知道怎樣應對不同的客人 然後我有做過酒吧 在那些棚場 有時會有CID上來 然後你就會看到 如果有一天你可能要演黑社會那一篇 應該是一個怎樣的狀態呢 港版Godfather 之後有做過賣菜 你要跟公公婆婆應對 等等不同的工作 其實每一次都是吸收人際關係 或者社會的養份 對我來說 認不到 怕沒有人認得我 沒有 我完全沒有覺得難受 反而就是 如果我以前的僱主在看這段片 我很感謝你們請我那時候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首先 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被叫Casting 那時候 然後我以前的僱主 也很好 就是他們會知道 梁亭這個小妹妹 原來是想做演員的 好了 那我們就去那間了 剛才我最後就說 有時候你想做到一些事情 你要清楚了解到 不是整個世界都圍著你轉的 當你要做一些事情 那時候 你就必須你沒有辦法去享受其他事情 你要明白 這件事是值得的 如果作為一個演員 當初我以為演戲是一個模仿 很簡單 然後到我入讀浸會電影學院 我就了解一個演員的修養是怎樣 因為我以前讀中學時是一個很反叛的人 也不是一個自律的人 然後 然後 所以演戲是改變了我的性格 然後就知道原來演員的標準是這麼多 原來要這麼努力才能做到一個演員 我就開始慢慢去改變自己的性格 改變自己很多看世界的態度 可能以前中學 上學 上學 大約一百多天 我遲到了九十八次 不喜歡讀書 不是啊 我覺得為何你要叫我準時回 這樣 我經常有很多為什麼 或者可能 我記得以前是 我們那個學校 有些聖誕球表演 因為其實我是讀國際學校 但只不過 我那時候令我很痛苦的一件事 就是它很循規道具 聖誕派對就是 我要去表演跳舞 我就選擇了跳鋼管舞 然後我就被校長罰停學 他就覺得這個是淫舌的舞蹈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是因為利用淫舌的眼光去看待這個舞蹈 因為其實它也是一個表演藝術一種 我就被人停學了 就是我是一個 會經常去挑戰權威的一種反本 即你會據理力爭嗎 據理力爭 據理 然後當時的老師就恐嚇我 你這樣你一定讀不到大學 然後我的腦就說 我看公開試成績的 怕什麼 演戲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以反轉那天 因為可能我很喜歡這件事 所以我為了演戲 我怎樣去犧牲都可以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 挑戰 即要想想出門的人 我就覺得 我很想嘗試出去的盒 你不要再用盒子困住我 這樣 我完全不享受有焦點 即是我很享受現在這樣跟你聊天 但千萬不要給你焦點我 我會覺得很不自在 做得演員 我就要接受不同觀眾的 無論對我 不單止演戲 可能整個人的平頭品足 我覺得我沒有所謂 但我很知道自己的目標 是需要做到一個什麼的演員 然後無愧於心就可以了 所以可能就是我要知道自己 如果我不喜歡這件事 我花的時間必須被別人唱 我唯有努力去進修自己的技藝 希望我的技藝就可以演討那場戲 而不是需要花時間令到別人注視我 我就會覺得自在一點 我想那個低潮 我覺得人生當然又起又跌 又不開心的時候 就像你這樣說 當我看回那八隻字 他就說我繼續努力好好生活 其實很簡單 但問題是 他這八隻字 會令我想起以前上課的片段 或者可能曾經他教過一個演員 需要一些什麼的特質 才可以變得更加好 那我就知道 我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我就繼續努力好好生活 還有很多很好的戲劇老師 他們都教我 怎樣成為一個更加好的演員 多謝在天上面的廖啟治老師 多謝我的鎮妹大學自景學院 我想最真心的多謝已經很足夠 還有其實那一天 就是我記得很感動的 就是我看到她太太陳敏儀 其實她有去說 好好好 proud of 有這個學生 然後我也有回覆她 說不好意思 打擾你了 因為 希望你們生活得安好 然後她就回覆了我一個很好的訊息 在那時候 就是說 她見我拿了獎 她就送到最後一堂 聊老師的課給我 她就說 她覺得 老師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教學生去怎樣投入角色 但是她唯一後悔的就是 沒有教學生怎樣離開角色 為什麼可能我覺得 拿完獎 是一個旅程的完結 然後需要射在這個 無論這個角色的包袱也好 或者這些榮譽也好 就是我覺得 她這個回覆是一個提醒 就是做演員必須要 以一個最輕裝的姿態 去迎接每一個工作 或者每一個角色 其實我為什麼會知道 《藍天白雲》這部電影 是我那時候的大學同學跟我說 上網看到有這個招募 她就說 16歲心漏病 那時候我20歲 很適合你 那你去試一下 然後我去Casting之前 就有看過張經偉的作品 然後就知道她是紀錄片導演 原來她之前拍過短片 然後那時候 首部劇情片 才剛剛開始 我就完全不知道 在什麼更加不知道 原來她是一個會上映的電影 之後我Casting了三次 然後Cast cast一下 不對了 這個好像很認真 原來不是學生作品 因為我以為 我不了解 然後怎樣才 原來你去到真正Rehearsal 你會看到陳哲文 Stephy和Baby 我那時候很大壓力 是覺得如果有一天或有一秒 演得不好的張經偉導演 就會換走我 就是這個狀態 所以我想這個學習的旅程 令到我知道一個演員 有多少 preparation 然後面對這麼厲害的對手 不要怯 因為會影響他們和自己的演出 我通常都是遇到劇本 遇到一個導演 我就會做 坦白說現在港產片的數量不多 所以我都很少去選擇工作 只不過我會覺得巧合 就是剛好被看見的角色 通常都是以一類型的 很容易被觀眾定義為 我通常都是演一些很沉重 或者複雜性高的角色 但其實我也有演一些港女 不同形式的港女都有 就是這樣 只不過巧合 就是以南天白雲和白日之下 都是比較複雜的角色 是因為白日之下 這一套戲引發我思考 就是我們經常都覺得人性本善 但其實我覺得善良 我們希望人性本善 但其實善良是一種選擇 很簡單 譬如有時候你在街上經過 我覺得已經有年代最常有 每個人都是按電話的 有一次在旺角 就見到一個婆婆在推紙皮 她怎樣 就是在新知城旺中那裡 那些馬路 你知道那些車子走得很快 她怎樣努力推都推不到 我就過去幫她 然後你發覺 你會見到旁邊的人 就繼續按電話 看她有意 做不做呢 這個就是善良的選擇 那個moment 就是其實你可以選擇去做 我覺得所以善良是需要勇氣 就是你有沒有這個勇氣 收起電話走過去 還是你會想 那些人都會看到 你看到 我看到 他看到 所以善良是需要勇氣 和選擇 對我來說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